台风所带来的强风从今天一整天到明天清晨 还是会为各地带来一些明显的影响 所以提醒大家这段期间要多加的注意 那我们先来看到雷达回波图 从雷达回波图上可以看到 台风的中心是逐渐的从在下午一点之后 接近到台东花莲这一带的交界 而我们从这个回波图上面的去判断 以及地面的侧站上面来看 主要就是在一点四十分的时候 台湾附近的地面侧站有观测到属于台风登陆的情形 那在这个回波图以及配合地面观测的情况 我们可以看到在台风登陆的这个当下 一点到两点这之间所观测到的比较大的风势 在花莲县的风冰箱有到十四级的阵风 而在台东县的长冰箱也有十四级的阵风 这两个侧站都是位于登陆地点的比较偏北边这边的位置 那我们从这个时候的回波图上也可以看到 台风附近的比较显著的对流都是持续在影响它登陆附近 甚至在比较往北一些些 这些比较偏东风的地方也都有显著的雨势出现 那所以说呢在北部东半部以及恒春半岛南与绿岛在这段期间还是持续是风强雨大的 不过随着台风逐渐的在台湾的陆地上逐渐的往西北移动 在迎风面的这一带东半部的雨势呢跟风势在今天下半天有逐渐有机会减缓的情形 那我们看到台风动态的部分 在今天的下午两点钟康瑞台风的位置呢是在台东的这一带 约台东市的东北方四十公里左右 随着它逐渐的往西北移动 我们预估在今天的晚间左右呢有机会从中部附近出海 那在出海之后呢来到台湾海峡这一带 到了明天的早上八点钟会非常的接近马祖一带 而后续呢逐渐的往北北东的方向移动之后会逐渐的远离我们 所以说呢在明天的上半天台湾各地有机会脱离它的暴风圈的影响 但是马祖附近可能要等到下半天 而这个时程还是要是台风它借时减弱的速度以及移动的方向而定 那我们再来看到在降雨的情形 刚才所提到康瑞台风它的环流呢所带来的强降雨是相当的显著 那这当中呢除了持续性的风场为花冬这一带所带来 宜花冬这一带带来的降雨之外呢 这当中也伴随着明显的短延时墙降雨 我们可以看到在一小时的雨势上面 有超过40毫米的是黄色的这个区域 那其实部分都有来到接近70到90毫米 而在100毫米的部分呢 小时的雨量就下到100毫米左右 像是在宜兰山区的乡镇以及花莲的这一带 都是相当显著的雨势 而至于在三小时的雨势方面 有来到豪雨以及大豪雨的等级 在橘色的部分是三小时大为100 这个是短延时的豪雨 其实呢大致上在北部中部的山区 还有宜花东的山区花莲的平地 都是有这样子的等级的雨势 甚至呢在宜兰的山区花莲的山区 以及平地的这一带部分的乡镇 也有在三小时超过200毫米 相当显著的降雨 所以我们来看到目前呢 累积的雨量 从今天临时到目前为止的累积雨量 主要在北部东半部这一带 都有相当显著的雨势 在像是宜兰县的山区 已经有超过1000毫米的这个累积雨量 花莲县呢有600毫米以上 台中的接近山区的这个地方呢 也有700毫米 而至于在台北市这个地方 以及新竹县大约是500毫米上下的 这样子的累积雨量 而未来呢在今天的下半天 这样子迎风明的降雨 还是会比较 还是会持续 所以还是要留意 那我们从过去 30号到今天为止的累积雨量 也可以看到 其实从昨天到今天的降雨 都是相当的不少的 所以说呢 后续呢 如果说在这些路段或是山区附近 活动的话呢 都可能要特别注意 或可能会有一些 道路摊坊落实 或是土石油的情形 那我们再来看到 未来的降雨趋势 在今天的下午呢 其实整个风场上面 还是会对于 怡花这一带是迎封面的地方 那所以说这样子的雨势 还是比较持续的 而中南部的这一带呢 我们则是要等到晚间 随着台风的中心 移动到台湾的西侧陆地之后 风场的转变之下呢 先是在中部以及南部的山区 会有比较显著的雨势出现 而到了进一步 台风从中心比较远离台湾陆地 来到台湾海峡这一带之后 在整个中南部附近 也会转为迎封面 而这个时候呢 平地的降雨也会比较明显 所以说在晚间到明天清晨 中南部的天气转变 是相当的显著 还是要提醒大家留意 而至于在海面上面的浪呢 还是要多加注意 目前大致上是这个台风 所带来浪高 相当显著的最大的这个时期 那未来其实浪减缓的速度 也没有说非常的快 不过呢 以台风的中心附近的 比较显著的浪高呢 随着它进入到陆地上减弱 是也会比较减少一些些 但还是要留意 像是我们预估在今天晚间的 这个预报的图面上面 可以看到在整个六米以上的浪高 是红色的范围 大约还是涵盖了 我们在宜花以及北台东 然后还有在基隆北海岸的这一带 这个浪高呢 都还是普遍会有 最大来到七到九米左右 而台湾附近的各海面 大致上还是有四到五米的浪高 那至于我们就最后来总结 来提醒大家 今天到明天清晨呢 都是要特别留意 这个台风所带来的影响 在南与绿岛 花莲台东目前呢 就是正在受到这个台风 直接的影响 风强雨大 不过南与绿岛呢 随着逐渐转为被风测之后 在傍晚之后的风雨 有逐渐减缓的趋势 那花莲台东的话 可能在晚间深夜之后呢 整个风势雨势上面 也会有六位比较减缓的情形 那目前呢 还是要特别持续留意 它所带来的强降雨及强风 宜兰的话 它大致上 都还是一个比较 受到台风偏东风的影响 风强雨大 而且山区的累积雨量 还是持续 在北部这个地方呢 则需要留意台风的环流 的偏东风 跟地形的交互作用 在内陆平地呢 也是有比较强的 一阵一阵的风雨 中南部以及澎湖呢 主要是在 今天的下半天 到明天清晨这段时间 风势雨势逐渐起来 澎湖的话呢 在海峡的地形 台峡的侠馆效应之下 其实偏的北风 也是有已经持续 比较久的强风出现了 那马祖的话呢 目前是受到 外围环流的影响 有时候会有些 间歇的风雨 而明天的上午这段期间呢 台风距离马祖 还是较为的接近 所以提醒这个地方的朋友 要多加留意 以上是这一节的台风说明 请问这场媒体朋友 有要提问的部分吗 好 没有的话 就谢谢大家 康瑞台风来袭 台东出现强力阵风 一名潘姓女驾驶 行驶在山西路一段时 竟差点被强风吹断的路数杂道 索性驾驶反应快 当场闪过 但恐怖场景 也让驾驶吓坏 画面中可以看到 轿车被高高抬起 下面竟然压着粗大的树枝 树枝直接卡住轿车 现场一片狼藉 一旁人员赶紧处理 事发在台东 凌晨一点多 因为康瑞台风来袭 台东出现强力阵风 没想到 就有一名潘姓女子 开车去上班时 竟遇到强风 把路边的大树吹断 粗大的树枝 直接砸向轿车 索性驾驶反应快 直接闪过树枝 但还是没有完全躲过 当场压上去 幸好驾驶福大命大 没有伤亡 不过 车子还是被倒在路旁的树枝卡住 无法动弹 最后 只能请脱掉业者 将车子吊起来 只是 原本想出门上班 却差点被路数砸倒 也让驾驶心有余悸